广交会进博会现不祥之兆贸易战,加快习近平动刀金融业,近期,中国有两个重要的交易会相继召开,一个是已经开始的广交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另一个是11月5日开幕的上海进口博览会。 二者都现不祥之兆,参加广交会,的外商不多大陆企业步履为奸,临近上海进博会会场的高架桥上,发生化学品车辆大爆炸事件此外,中纪委书记赵乐际,日前出席会议宣布中纪委下一步将向中管金融企业派助纪检监察组。 有分析认为由贸易战引发的中共经济问题,令金融界不可避免,成为权力斗争的主战场。 陆媒华夏时报4日报道,10月下旬以来,数万家中外企业云集广州,124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这里举行,服装最近几年一直不太好做加上贸易战关税增加出口,美国的就更难做了,但是主要还是成本一直在上升。 河南一家服装参展企业销售负责人称除了原材料、人工等成本上升环保检查也使企业效率降低,成本增加。 9月24日美国宣布对约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生效,2019年1月1日起这些商品的关税将继续提升,至25%其中包括化学品、纺织品等。 中国出口企业是否可以将价格下调,以在价格上行成竞争力别说下调10%,就是5%企业也受不了现在,价格已经到了临界点。 上述南京协贸公司销售经理说,去年以来原材料一直上涨,公司成本增加了30%产品价格下调,根本无法承受去年业务就不好做了。 今年更不好了业务量近年下滑,30%到50上述国企参展人员趁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纺织服装,出口相关研究报告,认为行业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 一是汇率波动,造成企业利润损失,二是外部形势需与严峻贸易摩擦案件增多,三是劳动力成本上涨及用工等需问题继续存在,四是环保整治对纺织行业的影响巨大,五是中国在世界市场份额继续减少。 11月1日傍晚上海进口博览会会指附近发生货车大爆炸视频截图习近平来访前夕,进博会上海会场附近惊传大爆炸上海进口博览会,于北京时间11月5日开幕北京岭导人习近平将赴会演讲。 网传视频指11月1日晚间一辆满载的货车,正在上海一处高架桥路断起火,并不断发生爆炸猛烈火事。 网传视频指11月1日在几公里外均门看到,上海松江区政府官方微博在当晚7点20分左右通告,趁晚6点25分左右在位于九亭镇户松公路高架桥上,9号线九亭站3号出入口上方,一辆在有泡沫类物品的8吨货车起火,或是已被控制无人员伤亡赞助商。 链接赞助商链接通告回避了现场视频中频频传出的爆炸声也对事故原因,只字不提,甚至都没有出现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的字眼。 网上还传出一段微博视频显示松江高架桥上的爆炸现场满地都是游戏罐子,事发地点松江区九亭镇,是举办中共首届进口博览会的重镇。 博览会会场就位于该镇辖区的上海虹桥空港爆炸路段,离会场只有数公里之遥,相信也是部分厂商或官员赴会途径的路线。 10月30日,九亭镇,刚刚召开虹桥空港开幕式及周边情况,协调工作会议。 此前中共官方已经宣布,习近平将出席11月5日的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演讲上海进博会之所以如此特别。 原因之一是,他的幕后推手,是中共国家助席习近平。 习近平在2017年5月的一代一路高峰论坛上,提出了中国每年要举办进博会的主义。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赵乐际中纪委部署大动作,贸易战加快北京向金融界开刀。 北京时间11月2日,赵乐际在中纪委国家监委派助纪购改革动员部署会上说,开展向中管金融企业派助纪检监察组的各项工作,将中管企业、党委书记和校长,列入中央管理的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 对于向中管金融企业派助纪检监察,组熟悉中共正情的人士趁,这可是个重大调整。 按照赵乐际的说法,中共十几家中管金融企业将要被安上探头,在中美贸易占领中共经济面临危局的背景下,中纪委对金融界磨刀祸祸,引发外界关注,而在中纪委部署反腐工作会议。 之前10月31日习近平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当前经济工作。 中共官方罕见承认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外界认为这显示中共经济问题已严重到无法掩盖金融界或不可避免成为中共权力斗争的主战场。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阿波罗网0一综合报道。 信息增机